所以大家看这些古达德 真的 我们其实看一光大师文超 你就知道了 里面他就提到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到这些晚年 这个新地路程 他实现的是一个 是一个出家的法师 到后来呢 真正回头了 成为我们近代 近中第十三组 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德 红衣 大师 他可了不起来 他是中年才出家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在家的时候 那个公子哥的习气重不重 可是一旦出家呢 就完全脱胎换骨 变 完全变了一个人 连他以前那些 好朋友 同事都 刮目相看 那么映竹 他以后出名了 七十岁出名了 人家对他那么多的 恭敬赞叹供养 他从来没有拿来 自己受用的 特别在这个 寺院里面 好像是苏州 林燕山寺吧 里面呢 就建了一个 我们现在讲 法宝流通处 当时叫做 红画社 里面还有个 他们自己的印刷厂 大师呢 还常常参与这一个 校对文字的工作 一代祖师 多么低调 多么谦卑 做这个一般人呢 做这个文字 教级的工作 所以红画社的这些 流通出来的这些法宝啊 措置特别少 字印的大 公正 可靠性很高 所以我们自己修学 多看一下这些 主持大德的事迹 以他们的标准呢 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那么远一点的 像水朝时候的 智子大师 也是很了不起 他要走的时候 旁边的学生就要问他 你老人家去极乐世界 品位如何呢 他说真话 他没有掩饰自己 实话实说 他说呢 我只是五品位 不高啊 五品位 五品位是生到哪一土呢 反胜同居土 说到这个土啊 也是告诉我们 他并没有证过 连虚头环都没有达到 但是他有决定的把握 我可以到九十七 其实我们要不要在乎 什么品 什么土啊 不需要 能够到就好了 是不是 我们就很知足了吗 他也解释吗 为什么我是五品位 这个都在提醒我们呢 因为我要 因为他是助持嘛 我要领众 我要照顾大家 我还要讲经说法 那他自己这个相对来说 专心念佛的时间呢 就少了 也就是消业障的这一个机会呢 就比那个专心念佛的人 就少了很多 可是他绝对有这个能力 可以往生 换句话说 他这个红线呢 他没有超过 从智者大师这个视线 也是告诉我们的 如果我们不是佛菩萨在来 要您去当某个寺院的方丈助持 您要不要去当啊 大家自己看得办 是不是 我们再看 应光大师 他有没有当助持呢 不当 再看虚云大师 是不是 虚老和尚 你看他晚年的时候 很发心的 恢复那些古老的寺院 哎呀 这是古道场 现在有没有人在那边 护持 没落了 他就发心 用他的影响力 用他的福报 木款 把它建好 很庄严 建好之后呢 他也不是说 这个道场是我恢复的 当然是我来做方丈的 没有 他另外再请一个 德高望重的大德 临来 帮忙 护持这个道场 他走了 他还是住在哪里 他住毛棚 你看他这个身上的袈裟 是不是 大家看过他的相片 补丁 落补丁 乌生这件袈裟 还没有补丁 因为还没有破 不过这件袈裟 已经穿了 97年 26年了 还没有破洞 我们也不要故意地 补一些补丁上面去 一切怎么样呢 顺其自然就好了吗 不要划重 蛆虫 不能够骗信徒 骗信徒 无非是为了名利 说实话 你看虚老和尚 真正有功夫 一年才洗一次澡 一年才剃一次头 我们敢不敢这样做 如果我们同巴 这些十六万居民 一年才洗一次澡 那这个水库的水 已经是涨得很高 是不是 我们不敢呢 没那个修行的公横 而且呢 靠近脑上的身体 他闻到一股异香 我们呢 一周不洗澡 不是异香 异味 别人对我们都是敬而远之的 都是人 为什么他实现的那么样殊胜的一个果报 因为人家心情敬 心慈悲 心平等 下面再说 当之欲不离佛 须以念佛为因 这就告诉我们呢 人生大事是什么 两个字 念佛 真的我们要让自己 二六十中念念都有阿弥陀佛 因为念阿弥陀佛是最吉祥 最如意 最殊胜 最自在 最幸福的 当年方老教授嘛 方东梅老教授讲过这样一句话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因为他是哲学家嘛 如果他专心念佛呢 可能他还改一个字 念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形象 都是啊 满脸的笑容 欢欢喜喜 下面再举个例子